當地網友披露 三架中共空軍戰機在河南駐馬店上空發生混戰 後來其中一架戰機在安徽浮揚就被打了下來 網友還透露說空戰持續了很久 由早上到晚上 另外就有網友反映說在山東圍方都聽到爆炸聲 監控影片顯示空中不斷傳來飛機飛過的呼嘯聲 劇烈的爆炸更加引發了房屋的震動 不僅在日後到了晚間 也聽到劇烈的爆炸聲就好像發生了地震一樣 影片顯示 駐馬店當地很多居民都看到三架中共軍機在上空追逐的場景 今天都知道會做 prisoner的表情 蜂蜂蜜 很 真的 一系列 你很喜歡 一張來自我 從來自我 來自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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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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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距離地面不遠 聲音非常大 很嚇人 據識一架飛機 飛到安徽浮揚 就被打了下來 據傳還發射了導彈 安徽浮揚 距離河南駐馬店 僅僅大約200公里 安徽浮揚的網友 拍攝到的影片顯示 有移植導彈發射的畫面 根據維基8科的解釋 位於中國河南省駐馬店市的 信仰明港機場 是一個均勻合用支線機場 地處 信仰市平橋區 名港駐馬店市郭山縣 湘河駐交界處 是由遠空軍名港機場改建而來的 所以軍機 是不是由這裡飛出來的呢? 我們就不得而知